大家好 我是這首好 現在人在彰化 我們今天要去拜了一間 沒有底的廟 沒有底 就是沒有底 沒有底的廟 你看到後面 那是無底廟 正南宮老大媽 那是 也算是彰化一間 蠻有名的媽祖廟 那現在就來去 看看為什麼它是一間 沒有底的廟 走進來還蠻快的 現在就到我們那個 無底廟正南宮老大媽這邊 那它這間廟 它的歷史典故 就是說 它這下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下面本來是一條 一條河流 那它上面本來是 一間土地公廟 它鋪著底的土地公廟 所以它就鋪底古廟 鋪底的廟 它越講越 口耳相傳之後 就變成說 沒有底 無底 鋪底鋪底 變成無底 無底 變成無底廟 它本來主事是我們的 土地公 土地爺爺 之後因為 這邊河水常常泛濫 所以說 這邊彰化四身 他們就提議說 要不要來去我們 雲林奔港那邊 奉請我們的媽祖 回來這邊做 否則因為媽祖的神格 比土地公的神格 還要來的大 所以說 去請了媽祖回來這邊 坐鎮之後 這邊的河水泛濫 就比較少了 我們走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鋪底古廟的便兒 剛剛我們說過 它本來是一間 土地公廟 所以說他們將土地公 把它奉飾在正殿的前方 之後呢 我們看到的這邊 是我們的正殿 這就是我們的老大媽 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這間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月老星君 來這邊 就是要求月老星君 還有南極仙龍 南極仙龍 是拜我們的獸 長獸的 獸命的 他月老星君 求我們的姻緣的 然後這間就是我們的 南極仙龍 做我們的 遠近慈民的 月老星君 在這邊 月老星君真是 遠近慈民 超有名的 每年都有三到五隊的 那個新人 真的那個配隊成功 所以說 大家如果有來參拜的話 一定要記得來這邊 參拜我們的 月老星君 好我們今天介紹這間 無底廟 它也不是真的沒有底 它只是鋪著 那個主板的 沒有那個 鋪底的古廟 那 這間老大媽 那個大正南宮 大媽落盡的時候 也會來 所以說 大家 在 大媽落盡的時候 停下腳步來這邊 看看這間老大媽 那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讚 訂閱分享 FB IG 都把阿虹追蹤起來 我是神社手阿虹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忘記開聲音了 在彰化 除了北門口以外 在彰化 還有阿張肉圓可以吃喔 超好吃的